提起明朝历史就不得不提起倭寇之乱 嘉靖年间倭寇横行沿海 成为了明朝伟大不掉的编幻之一 沿海的总督将领们 从最开始的朱丸 再到后来的胡宗县 于大游 七纪光 无不为剿灭倭寇而煞费苦心 绞尽脑汁 但是在清朝 倭寇却突然之间少了 这是为什么呢 明朝倭寇猖绝 倭寇是明朝皇帝心中永远的痛 是东南沿海居民的噩梦 政府坚持打击两百多年 也没有让倭寇彻底绝技 然而到了清朝 倭寇却消失不见了 这是为何 1368年 和尚出身的朱元璋终于建立明朝 登上皇帝宝座 这时候的中国 宝金战乱 百废待兴 需要处理的事太多 朱元璋登基之后 在外交上推出重大举措 数次派使者到日本去 希望跟日本恢复自元朝时 就基本中断的友好关系 可是日本方面不给面子 每次都是闭门庚 甚至有五次 使臣有去无回 丧命异国他乡 但朱元璋不改初心 继续派使使好 先后派去七个使臣 堂堂的大明王朝 受一个罪儿小国的 亲蔓与欺负 朱元璋怎么就不着急呢 说来说去 都是因为倭寇 原末明初 倭寇频繁骚扰我东南沿海一带 他们无恶不作 极为嚣张 东南诸省不堪其扰 后来 倭寇又与被打败的张士成 方明珍残步勾结 狼狈为奸 扰乱海江 让明朝政府头疼不已 因此才有了朱元璋的忍辱负重 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 希望日本当局能配合明朝政府 清除窝患 在朱元璋的不懈努力下 日本足利幕府第三代将军 足利易满 曾经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倭寇 收到很好的成效 但是随着日本进入战国时期 日本当局无暇顾及倭寇 倭寇再次兴起 给沿海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然而 到了清朝后 倭寇竟然销声匿迹了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了解 倭寇产生的时代背景 十三世纪末 元朝曾经两次发动对日本的战争 日本政府因此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 但是商人是逐利的 越是禁止的生意 必定利润越高 越值得铤而走险 部分不法日本商人 为了追求更大利润 仍然千里迢迢前往中国浙江 和福建一带 经营中国货物到本国谋取暴力 由于元朝政府禁止这种行为 每次出行都可能遇到政府军 也可能在半道遇到海盗 所以这些商人就开始武装押运 聘请武士随传护航 当时日本社会的手工业 进入快车道 但其国内却非常缺乏 私、棉这些原料 而原料的货源就在中国 日本武士通过护航赚了不少钱 但是相比之下 日本商人赚的钱更多 于是 有不少曾经担任护航任务的 日本武士看出门道了 干脆自己经商 造船 买船 或者租船 到中国沿海 进货 谋取暴力 在此情况下 经商者就不单纯是商人了 还有不少武士 鱼龙混杂 有些日本武士 习惯了用拳头和武器说话 在经商时 慢慢就学会了抢掠 这样一本万利 比正儿八经花钱进货 可划算多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只要有一个武士这样做 就一百个后来者选择了跟进 长此以往 那些商人也开始效仿 当起了强盗 商人化的武士 和武士化的商人一多 这倭寇就应运而生了 尤其是明朝前期和中期 日本国内战乱不止 14世纪后期 日本出现南北朝对峙 后来 足立幕府统一日本 南北朝对峙局面结束 但是 1467年开始 日本再度陷入战乱 陷入战国时期 足立幕府倒台 而倭寇的兴衰 始终跟日本国内关系 息息相关 每当日本国内局势稳定的时候 海防力量强大 倭寇的活动就有所收敛 反之 每当日本国内局势混乱 大大小小的军阀 为了地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政权刚刚建立 百废待兴 控制力弱的时候 倭寇活动就非常猖獗 倭寇的活动 也跟明朝政局和国力密切相关 当明朝政局稳定 国力强大 海防建设做得很好的时候 倭寇的活动就有所收敛 当明朝皇帝无能 军队腐败 忽视海防建设 水师战斗力下降的时候 倭寇就非常嚣张 明朝朱元璋和朱棣父子 统治时期 重视海防建设 倭寇活动还没有那么肆无忌惮 之后的明朝皇帝 一个比一个软弱或者昏庸 把国家搞得屋檐瘴气 海防也慢慢荒废 其实如果仅仅是传统的倭寇本身 是不足为虑的 说白了 他们就是一些强盗 少则数百人 多则上千人 跟规模在几万 甚至十几万的明朝水师 根本不能抗衡 但当中国人投身倭寇群体后 局面就变了 他们要么出于是政治目的 要么是出于经济目的 与倭寇狼狈为奸 做倭寇的帮凶和内应 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眼 因为有人向他们传送情报 倭寇就能采取游击战术 趁着海防空虚时 来沿海城市掠夺 得知大明军队前来围剿的时候 转身就跑 让明军疲于奔命 对倭寇无可奈何 也正因如此 暴脾气的朱元璋 才不得不多次 派遣使者前往日本 希望能恢复两国的关系 保护沿海军民的生活安全 大明军队与倭寇较量了两百多年 只要认真打 几乎每次都能将倭寇 打得屁滚尿流 但他们始终像膏药一样 甩不掉 然而 让明朝政府头疼了 两百多年的倭寇 到了清朝 却掩其息骨 销声匿迹了 莫非是大明的军队 战斗力差劲 没有清军彪悍 他们将倭寇灭绝 或者是打怕了 当然不是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政局稳定 1603年 德川家康取代封城市 开始统治日本 之后大力推行 闭关锁国政策 加强极权统治 国内局势进入稳定期 政府控制能力大大增强 同时 由于此前封城秀吉 在朝鲜政策的失败 德川政权 也不想因倭寇 给日本的外交 带来负面影响 德川政权 一方面努力安置 流浪闲散人员 一方面 发布非常严厉的锁国令 根据这项禁令 日本人不能私自到外国去 发现偷渡者 不但要将其船只没收 还要将其处决 即使是那些已经在外国活动 并营建居所的 一经发现 立即处决 倭寇哪有不怕丢掉性命的 他们去中国劫掠 是为了活得更滋润 如果换来的是丧命 就是德不偿失 他们何必要冒这个险 史书所记载的最后一批倭寇 在1624年7月 曾经侵犯福建沿海 为什么不迟不早 偏偏在德川家掌权之后 倭寇销声匿迹 不再侵犯我沿海了 这绝对不是巧合 因为随着明朝的灭亡 中国政局也进入稳定期 清军入关 肃清抗清力量后 东南沿海正成功抗清武装 依旧在活动 为了隔绝沿海百姓 与台湾正史之间的联系 清政府严禁沿海百姓出海 到了康熙年间 为了断绝台湾正式的补给 清政府更是在沿海地区 划定禁区及滨海范围 在那里设立戒碑 甚至修建戒墙 将禁区内的居民强制内地 在沿海地区 人为制造出了一个个无人区 由于禁海令和迁海令的大力推行 导致东南沿海30至50里内荒芜人烟 倭寇到来后只能和西北风 请他们也不会来 第二个原因则是清朝与日本的贸易 德川家康控制全国政权后 大力推行闭关锁国政策 只保留长期一个通商港口 其余港口全部关闭 日本商船进行国外贸易 是被严格禁止的 而那些偷渡者更是会被严惩 性命不保 因为日本政府的严格限制 武士们出海的机会变得越来越渺茫 出去掠夺的梦想越来越模糊 即使是一些胆大的日本武士 能从我国东南沿海抢来布批 私之品也根本卖不出去 因为每次出入都被严格审查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日本岛 既如此 那倭寇还不辞辛劳去冒险干什么 倭寇的消失 主要还是清政府在沿海制造无人区 对倭寇来了个釜底抽薪 当然 中日双方虽然少有打击 倭寇的官方层面的合作 但是他们是有共同利益的 维护海上安全 也是维护自己的家族的统治 如果走私严重了 日本的官方贸易就无法进行 国家税收就会大量流失 为了让官方贸易能够顺利进行下去 日本政府不择手段 只能严厉打击海上走私 不管是有浪人还是武士 谁走私就打击谁 总而言之 首先是两国政局的稳定 让两国政府采取了诸多严厉措施 而这些措施也得以落实 其次 两国统治者有共同的维护政权稳定的诉求 把闭关锁国当作江山万年的林丹妙药 正是两国这一系列措施 让倭寇出不来 进不去 从元朝开始 骚扰我国三百多年的倭寇 最终彻底消失不见 不知道大家对明清时代的倭寇政策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打赏 engineers 打赏 Specifically 打赏 打赏 这次进行